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 Ease 我是Jo Ease 明天3月20號台南會非常熱鬧 因為呢 是我們開機前後祖廟 他們要送天師 所以呢 各個高貝金還有廟裡面呢 都使出渾身結束 要把這個熱鬧炒到最高潮 因為送天師基本上就是 整個建教裡面最後一個大樓園 然後在送天師的前一天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廟墊前面 然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情況了 大家看到這個開機天后宮的這個名字 應該不難猜測 他就是台灣最早的 歷史最悠久的天后宮 在表達前面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他已經緊羅密鼓的開始在為明天做準備了 喔 真的非常熱門耶 大家搶拍我剛才想要卡個位都很難 我們現在看到這兩頂教 明天的活動是送天師 所以天師是我們超級大主角 因為他來主持這次的建教 然後明天呢 要恭送他回去天壇安座 所以我們的天師教會是明天的最前面的第一頂教 然後呢後面呢會緊跟著的就是我們的媽祖的教 那在這個教上面呢 是我們的 薩瑪跟我們的崇禎媽 我們前面比較小尊的這尊是崇禎媽 然後據說呢 他是歷史非常悠久的媽祖 然後是當時隨著 鄭成功來台的那個時候喔 所以他現在歷史已經超級超級久遠了 然後我個人覺得這頂神教超級酷的 他上面有非常多的這些算是非常精緻的工藝品 我自己個人是第一次看到教上面的裝飾是這個樣子 還蠻特別的 而且打燈起來好漂亮喔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尊媽祖 唉唷 剛好拍到開燈 Lucky 然後這尊媽祖呢 大家看到非常多人在拍 他就是我們傳說中的時尚媽祖 LV媽 那為什麼會叫LV媽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全身上下的行頭 你就會了解 來 這邊 LV的絲巾 唉唷 我個人還沒拿過 第一次看到 然後他後面呢 其實還有一個小包包 是LV包 據說裡面有黑卡 黑卡是什麼意思 無線刷的那種 好 那旁邊這邊 紅寶石 所以呢 我們LV媽是非常時尚的 那旁邊的大姐剛才也跟我分享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小故事 就是呢 之前LV媽 就是也是出門的時候呢 他居然就在星光三月 就是小溪門那邊 住駕兩個小時 想說 坐了兩個小時幹嘛去了呢 原來LV媽是去 是去Shopping了 喔我覺得這故事超可愛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頂神教的這個華麗程度 也是一個不同反響 他每一頂教真的都各有特色 然後都長得非常漂亮 那我們的LV媽也是我們今天晚上 也就是宋天師前一天要登店的媽祖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頂神教呢 裡面住的是我們的萬利媽 也就是我們的乙媽 然後萬利媽呢 他年代非常久遠喔 可以說是我們台灣 已經歷史最悠久最古老的媽祖 而且他同時呢 也是一尊軟生媽祖 所以呢 既然是最古老最久遠 那他當然也是最老的軟生媽祖啦 那明天的這頂教呢 會擔任我們的壓軸 所以剛才呢 Joyce帶大家總共有看到三頂教 明天呢 會出動的就是我們的頭教 我們稱他 可愛的名字叫彭彭 很像一台敞篷車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天師教 然後最後壓軸的就是我們萬利媽的這頂神教啦 我們現在看到這塊扁呢 他是由那個 蔡英文總統親自接扁 而且呢 我們看到他那個 背景有一些 金箔的部分 那個是純金的喔 而且這幾個字 來 是不是有一點難度了 他叫做 披則蒙修 哇那個修字有點困難喔 所以不是很多人都會認識的字 我發現他這邊的大部分的扁呢 都是綠色的耶 還蠻特別的 而且那個背景都很亮晶晶 金箱的感覺 哇晚上就越來越熱鬧了 待會呢 就是我們的LV媽要準備登上他的 觀禮台 也就是登店的儀式囉 你好 剛才Joyce已經大概跟各位介紹過了 明天開機天后祖廟到底會出哪些教 也就是我們的天師教 還有我們的陶丁吉爾 就是我們的崇禎嗎 還有山嗎 那陶丁吉爾呢 就是我們的萬利嗎 希望大家大概有一些了解 那明天呢就是我們送天師的聖典啦 Joyce呢也會擔任寶神的主持人 那大家歡迎來巧遇 歡迎拍打餵食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晚上七眼四十四分 來了來了來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南影宮的 氣功活佛 這是我們第三頂來接轎的 接轎 現在我們LV媽已經要出發 要登店囉 抱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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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明天會上場的百祖 真人 看到了 好美喔 晚上看起來超級美的 我們現在神教供的媽祖 已經即將抵達 剛才有一陣非常激烈的 非常精彩的砲戰 然後呢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哇 這個是媽祖的披風 所以待會呢 要再給他 再套上去 這樣會看起來更加大班 這個視角很不錯喔 現在已經有非常多民眾聚集了 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就要吃的 就要吃的 好嗎 請吃的 好嗎 當然 其實我送你 可以吃的 好嗎 還有 好嗎 我們現在可以吃的 我們在這裏 可以吃的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